有同學問到一個PDF的問題 然後我就幫忙 那所以後來把他寫了一篇PDF文章 就是這方面文章 所以你們關鍵字可以找 XLSM轉PDF的VBA 後面加一個VBA 按搜尋 第一篇文章 剛好應該會是我的啦 OK 那這邊也有我的 OK 那你把它彈開來 這邊就有了 那這裡面到底做什麼 基本上就是把它輸出啦 那 重點在哪裡 其實重點就是說 把save as 改為什麼呢 ispo 匯出 as fixed format 本來我們是save as 可是他這個不是在 他內部有的一個格式 而是運用什麼 運用他另外有一個是 ispo 匯出啦 實際上就是在 應該是在哪裡呢 我記得好像是在這個檔案裡面 他不是另存新檔 他有個匯出 有沒有 實際上 或者你用錄製聚集啊 錄製聚集好像也可以匯出 那匯出的時候呢 他會出現說你要匯出什麼 這邊有個pdf檔 有沒有 那你可以好像就這個地方吧 然後把它匯出 就是一個一個把它匯出 而且可以有一些選項 OK 那我這邊的話呢 簡單講一下 基本上這個範例 就是用ispo 那裡面的話需要的檔案啊 等等的做哪些事情 好像雲端上這邊也有提供 在我們的 那個雲端上面提供的這個好像比較完整一些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 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打開來之後呢 我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就是來源目錄 他會問你說 來源目錄在哪裡 那我是放桌面上的VBA 按確定 那你要轉換到哪裡 轉換到也是一樣 VBA裡面的 按右鍵好了 我新增一個資料夾給他 叫 pdf OK 那我希望把它匯出到這邊來 按個確定 底下第三個按鈕是 XML轉pdf按下去 這個時候 你只會看到畫面在閃動 好 閃完對不對 你就把它縮小 到我們的桌面上面 VBA就有個pdf 打開來呢 就有pdf OK 類似像這樣子 這應該還蠻好用的吧 因為如果你有大量的東西 你每天都在匯出 一個檔要匯出一個 一個檔要匯出一個 你要匯出多少次 如果你的檔案非常大的時候 而且你又分割那麼多個 天啊 那你要匯出多少次 才能完成 所以 如果說你要很快的 批次完成的話 基本上呢 其實 來看一下 因為時間不是太多 我們就把重要 最最最重要 跟剛剛 不太一樣的地方 拿來出來講 其他的話 我想 細節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其實基本上 來源 目錄 這個 應該 前面都有講過 就是兩行 為什麼你說 老師為什麼你剛剛點下去 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你選了它就自動把那個 路徑放這邊呢 其實就兩行嘛 第一行什麼 這個 Application.file dialog 用什麼呢 一樣是Footer Picker 點Show 第二個是什麼呢 一樣是把它選的Item 放到哪裡呢 放到 Range B2 裡面而已啦 有沒有 Range B2指的是哪裡 就是這裡 那我最後多一個斜線 根目錄 為什麼 因為我擔心 最後 老師都會插在這裡 所以我這邊有個 and 斜線 所以會有個根目錄 表示說 在 這個底下 會有你要的東西 所以多一個斜線 OK 轉出目錄也是一樣 也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說 你有可能 會需要讓使用者 選取哪個目錄的話 這一招還蠻管用 兩行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你可以把它當一個資源 不用背 但是你多用幾次 大概就記起來 我大概用了幾次 我就很 直覺的 Application.file dialog 然後哪一種 資料夾點Show 當他選了之後 就丟給我 他選那個路徑 還蠻容易記的 直覺的 好 再來的話 就是 當他按一下輸出的時候 就是這個 XML 轉PDF 那實際上 這個地方 跟我們 之前做的 應該差異 比較大的是 這裡 這邊有個叫DIR 跟一個對 這個可能同學 比較 沒有用過了 不過我將來呢 你只要牽涉到檔案處理的話 都會跟這個有關係 那所謂的檔案的意思 這個DIR指的是什麼 DIR指的是 請你幫我找找看 你的目錄裡面 有20 就是 XML XL SX的檔案 如果有的話呢 你就幫我找出第一個 檔名 並且傳給他 OK 那DoPile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如果呢 當這個找到的檔案 不等於空的 表示有找到檔案的名稱 那我就做什麼呢 我就把 那個檔案打開 並且把它做匯出 那匯出的話呢 我有個路徑 跟他的格式 就是PDF 如果這個可能 FileName 這個後面這一串 比較長 各位可能 再看一下我那個 上面的說明好了 因為這個 就是 牽涉到 如何切字串 剛好切的剛剛好 的那相關的問題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 再把它關掉 換下一個 那換下一個檔是什麼 第一次 是 給他路徑 第二次就不用給他路徑 就直接DIR就好了 因為他就知道 你要找一樣的路徑 就找第二個檔 第二個檔如果找到之後 就給他 他就過來 Loop 那如果第二個檔 還有的話 那就是 繼續輸出 再 第三個 一直到第13個 沒有了 那沒有的話 第14個 過來一定是什麼 空的 那空的呢 Do while 空的 沒有了 喔 那表示什麼 你需要離開了 就 跳離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Do while 迴圈 跟之前的 FileName 迴圈 最大的差別是 FileName 迴圈是 給一個範圍 1到100 他就跑1到100 那 Do while 迴圈是什麼 他不是給一個範圍 他是給一個 邏輯 給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什麼 就是當有檔案 才做 沒檔案什麼 他就跳的 OK 所以其實迴圈 也就這麼一回事 所以特別注意喔 因為等一下合併 把那個 13個 檔案 合併成一個 也會用到他 為什麼 因為呢 你將來只要 要找 某個目錄裡面 某個目錄裡面呢 有沒有 什麼檔案 這個副檔名 要給他 用的方法 都 一模一樣 也就是以後 你要搜尋 某個目錄裡面的 所有檔案 的 什麼格式喔 方法都一模一樣 一定會有這一行 一定會有這一個 一定會有 最下面這個 還有loop 只是中間這一個 不一樣而已 中間這個什麼呢 就是當你找到 這個檔案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事情 不同而已 其他都一樣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我們會參考 如何把 XLS X 就是以下檔 轉成PDF 我們最重要的是 用 Experl S Fixed Format 當然 有一些相關的參數 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印象中 好像也是按F1 他一樣會跳出那個 測裡面的相關參數 給我參考 那我就參考 那沒錯 就完成這一題了 所以這一題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何 去 幫你轉換 那個 這個PDF 檔 OK 那這個關鍵字就是 XLSX 轉PDF的VBA 這邊有一些文章 其他的話 我想 另外就是說 我剛剛那個 的檔案 特別注意 是放在那個 我的 也是雲端 白板裡面的 那個進階 就是其他普通翻裡面 進階的 第三個 這個 如何 P4轉PDF這個檔 程式碼就在這裡 所以剛剛的那個程式碼 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看一下 那 由這一題 等一下呢 我們要延伸就是 如何把 13個 班級 的工作表 合併成 一個檔案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部分的難度 真的 非常的高 OK 因為 它牽涉到蠻多問題 所以各位有心理 但也是一樣 今天的部分難度比較高 也許你一下子 沒辦法馬上理解 不過 我建議 你可以花一點時間 再去慢慢 消化吧 那還是要 有那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一下 那這一題呢 主要可以學會的 就第一個 你將來如果有個來源 目錄跟轉出目錄 你可以用那個 File File Dialog 去選取 某個目錄 它會自動放在 你的一個儲存格 我用Range B3 跟Range B2跟B3 去存放 使用者選取的路徑 然後再按下去 它就自動幫我輸出了 其實我覺得非常方便 因為現在人 像我反而比較喜歡 人家給我PDF 你不要印出來給我 印出來給我 其實是真的還蠻麻煩的 我反而比較喜歡 那種 PDF 檔 直接放在雲端 或者直接 沒有給我 或怎麼樣 因為這好處是 我在外面 我手機打開 我馬上可以看到那個檔案 可是你給我紙本 我覺得還蠻麻煩 我還到時候要建檔 我還要放哪裡 我有時候忘記的東西在哪裡 如果是PDF檔的話 將來我搜尋 就是任何那個Google現在很方便 它可以搜尋一下 所以我即便把它放在雲端硬碟上面 那我搜尋一下馬上就可以找得到了 所以有時候反而現在電子書我反而更喜歡 像書籍如果說 讓我挑的話 我有時候乾脆直接拿電子書 因為直接馬上開手機 電腦 平板 我都可以馬上參考 但是實體書籍的話就沒有 實體書籍有時候 光要找到 那個那本書放哪裡 東東塞西塞 就找不到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這個部分 當然 PDF檔是有它的 好處 如果你將來是要給 給客戶啦 或者是說給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重要的 給他參考的話 那你可以 批示著幫你把一些 工作表 直接就轉出去 那裡面當然有一些程式 比較困難一些些 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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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